同學好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試求下列定積分 第一個我們要求的是 2x-1括號的四次方 將這個函數做積分從0 G到2會等於多少 第二題 我們要計算 2x-3括號乘上 x平方-3x加5括號的平方 這個函數呢做積分從1G到3 這個值會等於多少 好看到第一題的部分 好我們這個要做 變數變換 令u等於2x-1 好 令u等於2x-1 把它做一次微分 所以呢 折抵u等於2抵x 再把2丟過去 抵x等於2分之1抵u 接下來我們要把 抵x轉成抵u 那x的範圍是從0到2 那這樣的條件之下 那u的範圍 我們必須重新來定義 所以定積分的下限 當x等於0的時候 帶進來 x等於0 u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-1 那定積分的上限呢 當x等於2的時候 2丟進來 u會等於3 所以我們要重新定義這個積分的範圍 因為是以u 做一個基準 顧 原式 等於 u的部分 我們替換掉了 2x-1 所以這邊變成 u的四次方 乘上 dx dx等於2分之1 du 乘上2分之1 du 那加上積分 u的範圍是從-1 到3 可以等於2分之1 2分之1丟出來 後面是針對u的四次方去做積分 積分範圍從-1到3 好我們求他的反導函數 再乘上 外面的2分之1 可以等於10分之1的u的5次方 那範圍呢 一樣是從-1到3 所以他的計算把3 乘進去 減掉 負1 乘進去 把3帶進來跟負1帶進來做相減 10分之1 中括號 後面是3的5次方 減掉負1的5次方 乘開之後 裡面做計算 等於 10分之1乘上括號 243加1 等於約分 5分之122 那第一題 就可以算出來了 第二題的部分 一樣我們做變數變換 令u等於x平方-3x加5 好那這個做一次微分 等於2x-3就是前面 前面的部分 則 du等於 2x-3 dx 4 那我們一樣重新定義 定積分的下限 當x等於1的時候呢 1帶進來 1-3加5 則u等於3 那定積分的上限 當x等於3的時候 u等於5 所以重新定義 u的一個積分範圍 顧原式等於 u平方 去做積分 從3 g到5 我們可以得到 1分之1的u三方 那積分範圍是 3g到5 那分別把5帶進去跟3帶進去做相減 等於3分之1 括號 5的3次方 減掉3的3次方 計算結果等於3分之98 那第二題也可以算出來囉 1